凌晨三十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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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热恋的温度 凌晨三十八度 爱情热恋的温度 凌晨三十八度 快乐悲恨的温度 有你在身边 就是幸福 凌晨三十八度 凌晨三十八度 这没什么呀 非要在大火 好 喂 喂 师父 您在哪里 我想找你聊聊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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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医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 说电话 你刚才电话说 佳德一个员工 又是工商 又是碰上官司 又开除的 不会就是上次 我们救的那个老马吧 就是他 人救下来 但腿伤不能加重呢 都说了没事了 还非得让来检查呀 以防万一呢 万一有事呢 医医 你怎么样 没事吧 这么一大活人站这儿 能有什么事啊 你赶紧谢谢熊大妈 为了救你一人 他就惨了点 什么意思嘛 怎么干啊 你是明明吧 我怎么招你了 你还搭不理的 杨医医 我真想给你脑袋 掰在炕里边 装的到底是什么 自己游泳都不会呢 你这敢往底下扎呀 幸亏我来得早 不然你小命 都交在那儿了 不关心我呀 我肯定关心呀 哪怕是我妹妹 是萧雪 我也会这么关心的 关心的人还真的 那换作别人 你也会救啊 我肯定啊 收起你廉价来关心我 不要 是 关心你杨大小姐 人多了去了 你哪儿需要我呀 杨医 你别叫杨医医了 你以后改名叫杨二吧 我见过二的 还没见过小姐这么二的 以后遇到这种事 立马打电话给警察 你少去添乱吧 别人你不去救人家 人家还不往下跳呢 依依 依依 走开 别让我再看见你 别让我再看见你 依依 喂 管家 家的有个姓马的快递员住院了 帮我送点钱过去 你说我跟那姓熊的 是不是八字犯冲啊 你老找我生气呀 你行了吧你 你是不知道 你前脚跟下去 人熊蛋后脚蹭了一下就下去了 把你捞上了那会儿差点没急疯了 真的 我当时都差点被你吓晕过去了 麻烦你以后舍命救人这事 请你远离 不是 那种情形你也看到了 救人一命 胜造气急浮屠 我哪儿来得及想那么多呀 要不是您杨大小姐这一劝 人家真不会挑 有你这么劝人的吗 怎么没有啊 看过美国大片没有啊 人在危难的时候都是这么劝的 是是是 您这一劝人家更绝望了 不行啊 这事 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得从根上解决问题 妈 您那儿是不是有一姓马的快递员 你把人给开了 怎么了 我跟您说呀 该返聘就把人给返聘了 该陪呀就多陪 反正让人怎么高兴怎么来 要不然我跟你搁袍断翼啊 怎么这么跟妈说话呀 什么个意思 这里面又有你什么事呀 算了算了 我先不跟你说这些了 今天是周末 你赶紧回来 这舅舅和舅妈已经到外公这儿了 就差你一个 我晚上有事特别忙 我跟你说那事啊 你赶紧考虑啊 赶紧处理了 就因为你把人给开了 人现在都跳河了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怎么回事啊 你给我说清楚啊 回头再说吧 反正你该解决的 赶紧给我解决啊 你晚上不回去了啊 你晚上不回去了啊 怎么回去啊 回去我也知道聊什么事 肯定是我结婚的事了 你随便找个地儿给我停吧 我想下车走的 那行 你有时候打电话啊 先去这儿吧 谢谢老师傅 慢点啊 慢点啊 我要用这个吧 老公我要吃你的 好 我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走吧 真好吃 老公我爱你 走吧 雪糕 雪糕 有男朋友了不起 没男朋友不能吃雪糕吗 老板给我来一个 给我拿 给 谢谢 多少钱啊 两负结一个 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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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单身狗的雪糕 用得着这么侨性 可以 嗯 嗯 嗯 啊 哈哈 朋友圈 也不让那混蛋看没看见 他看不看见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把这人留我微信里剪直了 拉黑得了 留着干吗呀 不是 我为什么要拉黑他呢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杨依依 你有尖人变吧 你老跟他去要尖什么呀你啊 当然改名叫杨二得了你 喂 干吗 喂 我那个什么单据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就为了这事给我打电话呀 他以为你跟我道歉呢 吓我你凶 说话呀 行了 行了 你那快递单我明天给你送回去 还不行吗 你现在干吗呢 要你滚 你一人在马路上溜达呢吧 谁说我一个人啊 不是一个人啊 我可能一个人吗 我们一大方子人 我们山珍海味玩得特别开心 行 那你继续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吧 你是不是对哪个姑娘都那么关心呀 只要被你看上真是倒霉呀 你说你会看着什么样的呢 一定是金珠那样的吧 得不到总是最好的嘛 是吧 这是为什么呀 我说我现在不想念 是吧 我去探索 你会看着什么呀 我去看着它 你不想念怎么看? 你不想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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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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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月子给你兴了呀 我跟你说 没有给你喂还混蛋 这是大夫家不上 师父 我早就说了 熊丹吉人自有天下 这么多武神保佑 他一定没事的 你就放心了 放心了 放心了 妈 您怎么在这儿啊 这 杨依依告诉我的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能不让师父知道呢 我就让他来了 还有那个壮女的人 态度挺好的 医药费全给报了 依依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 我等会儿再跟你说吧 师父 我去找一下院长 好 社长 好 经过了 你学长 来 来 来 陈澹 陈澹 太好了 你醒了 太好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救了我们一医一命 没事 好好地休息 有什么要求啊 尽管给我听 我一定满足你 一医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了 就是吓得一跳 就在你隔壁呢 一直让人要见你呢 你等着 我现在就把这消息告诉他去 不用 不用 让他退休息一会儿吧 好 那你好好休息 这 这锦主是谁啊 打电话来说是门儿媳妇 问问要积户口本的人 是锦主吧 那一意又是谁 师父 我等会儿再跟你说 熊男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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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怎么会受伤呢 是这条腿吗 疼不疼 小雪 我没事 这 这小雪要死在吗 刚刚小偷给我打电话 说你出车祸了 真的把我吓死了 你们都走吧 烦死我了 我都没事了 你不用在这儿待着 他们走让他们走 反正我肯定是不走的 依依啊 你现在情绪不稳定 我没有留下照顾你啊 依依啊 你这么一下恐怕伤了元气 不及时修复的话 元气会散呢 再不走我烦了 不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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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行了 你可告诉他们病人 需要静养 这记忆在这儿 让我怎么静养啊我 各位家属 病人需要安静地休息 你们就先出去吧 快离吧 你一点休息 快去 别会了 依依 熊蛋醒了 他 真的呀 看见他 还真 这 就外面那些人 他们能让你过去吗 你不想想 不在呢 我就是想去谢谢人家 我又没想干嘛 是想当面谢谢啊 还是说喜欢她 说什么呢 我们俩是好朋友 我看中是好朋友了 是那种 能把命交给她的朋友吧 你啊别着急 一会儿我把这些人支走 然后我给你安排 你先躺上休息 放心吧 也行 走你喂点儿疼 比行个当年 给你爷恋公司会儿 收得罪啊 你敢没有这么用法闭 我每次受伤 您都这么说 好 收藏的这儿吧 来 好 收藏的这儿吧 来 杨连长 这这这 这啥情况呢 杨叔叔 杨戴 我跟你说啊 今天晚上咱们病房紧张 临时给你这儿安排个病人 你不介意吧 没问题 多一个人 还有人聊天呢 我先告诉你啊 是个女病人 没关系吧 那 那不太方便了吧 这 长得挺漂亮的 杨连长 这要让那个医医知道了 她怎么看我呀 不 不 我不是那意思 行 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 这不是床外紧张吗 想留下吧 那要不这样吧 我把病房让给她 我去走廊上睡 阿姨 你是有多嫌弃我呀 你那么嫌弃我 为什么还要救我 你就是杨依依姑娘吧 我走死 好好好 依依 这是我爸 叔叔好 你好 你好 行了 我看你们这两个病号啊 也都没什么意见吧 那我就忙我的去吧 你们慢慢聊 杨连长 她们的造计还有点思想 好好好 你俩慢慢聊啊 好好聊 好 去去去去去 便宜 快 走 你 您为 laughter 看对我干吗呀 看你傻呗 你以为演电视剧啊 你要死我怎么办 我是说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啊 没事 其实我爸从小就教育过我 要让我除腔服辱 性下正义 我爱你 那你说 说什么 我是说 我爱你 这辈子都不想离开你 傻乐什么呢 摔傻了吧你 不是 你干吗看着我干吗呀 看你傻呗 你以为演电视剧啊 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我是说 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啊 没事 我爸从小就教育我 要让我除腔服辱 用性下仗义 原来是因为性下仗义才救的我呀 就是换做小猫小狗也会救喽 那肯定啊 那肯定啊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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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倒霉啊 每次一出事你就出现 你一出现我就出事 我是你客行的 算你会聊天 我觉得你爸还挺今日呢 年轻的时候一定比你帅吧 是比我帅 其实我也没什么大事 世界非把我爸给叫来 其实也对 你爸不是正要做检查吗 我还跟杨院长说了 我说给他安排最好的专家看哪 正好是你爸在 我把你那些钱啊 都给你爸得了 那这样 是不是我俩以后就没什么关系了 接着这场比赛 我已经输了 我准备等我的腿好一点 我就回老家去了 但是我爸可能他还得来几次 到时候你得帮我照顾他 毕竟我们还是朋友嘛 你慢点开 你没事吧 你把你亲闺女黑衣男人放在同一个屋子里啊 你啊 那房间又不能上锁 有什么动静护士就过去了 再说了 你看看就熊淡那老实孩子能出什么事啊 那也不行啊 我知道你 你是一门心思惦记着 让依依和李沫好对吧 我也表个态 我支持依依和熊淡好 为什么呀 就因为熊淡救依依了 那是单纯救了依依啊 那是熊淡舍了命救的依依啊 我作为一个父亲 看见有男人能为我闺女舍命去救他 你说我还求什么呀 连生啊 你说这种生死关头的事能遇到几次啊 那大多数不还是风平浪静的过日子吗 我就奇怪了 怎么你们就都觉着熊淡不如李沫呢 咱们说说啊 论长相熊淡不差吧 论能力也没得说 论为人 熊淡这小伙子我觉着 有担当是个好男人 说回来 今天要不是李沫的主意啊 这老马也不会闹成这样 不行 我还得回去 我是不能接受依依跟熊淡的 你回去干什么呀 你回 你回去吧 没准你回去一逼问哪 依依头脑一热还就承认了呢 我还省心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 行了 累了一天了 赶紧回家休息吧咱们 这种事啊 顺其自然就OK 喂 喂 你在哪儿里我 你这么晚叫我来 是为了熊淡的事吗 对 他怎么样了 你自己怎么过去看看 我去过了 那时候他还没醒 放弃比赛吧 放弃比赛吧 你又想让我放弃比赛 我想就算没有今天的意外 他也赢不了我吧 知道 我只是不想让他离开这里 你为什么就这么偏袒他 原因很简单 一个人对你什么都无所情 但他就是对你好 你别傻了 熊淡不是你想得那么单纯 那是我的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放弃比赛吧好不好 如果依旧不答应你 我不答应你会怎么样 能怎么样 你该不会跟他一起 离开这个城市吧 我有什么资格跟他走呢 都有什么资格跟他走呢 对于熊淡来说 我不过就是红颜祸水 让他丢了工作丢了前途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他们都说他配不上我 是我配不上他才对 我答应你 就算你今天没有跟我说这些 我也不打算再追究比赛的结果 我得不到你的心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 又有什么意义呢 谢谢 我是绝对不能放弃你的 余总 这是您要的 李莫和熊淡之前的 比赛结果告表 谢谢 怎么可能 李莫 好 无论你现在在哪儿 马上到总公司来一趟 李总好 余总 这是 截止熊淡出事前 这是你们俩的比赛结果 我已经知道比赛结果了 我一直在实时监控 我想改变主意 其实这比赛 其实赢的人是熊蛋 这怎么可能 这数据明明显示 没错 你我同步更新的数据 的确显示你以微弱的优势领先 但是你仔细看看你面前的 两份数据 进行一下对比吧 很显然 有人是在数据上故意作假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帮你啊 还是说想让你掉以轻心 然后故意输掉比赛 也许这个人 前期目的和后期目的 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应该猜到这个人是谁了吧 你到底把陶文怎么了 让他这么恨你啊 林沫 你喜欢依依 想和依依在一起 我不反对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你至少应该先把陶文的事情处理好吧 别费力气了 我已经打过了 根本就打不通 行了 既然你早决定要放弃比赛 那后边的事情我来安排吧 不一样了 高风亮节的放弃比赛 跟输掉比赛是两码事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你也不想让音音知道吧 好 多喝点啊 炖了四个小时了呢 赶紧的 以后别这么乱了 你是有多烦我呀 你可以理解 我没有金珠那么会撒娇 也没有小雪那么会善解人意 当然当人烦了 又来了 那你明知道我跟小雪什么事都没有 我把她当妹妹的 够耳朵去啊 那个 那舞蹈比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准备得怎么样啊 哪有时间练呀 孙悦还催着我呢 说赶紧排练别耽误比赛 她还说呀 让我死也得死在舞台上 最好是跳着天鹅之死的 然后咔一下就死在舞台上了 是啊 慢觉着 看你们女人说话呀 真是一句一句的 真不知道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搞不通 搞得你们男人说话 都是真的事 别的男人我可不知道啊 七八五对你说过的话 都是实话 是吗 忘了忘了忘了 干嘛 我得去找趟院长 怎么了 我爸上次来做检查 不是在另外一家医院吗 我得把资料拿回来 这次来啊 顺便给他再检查一次 那给我板着 板着可让不用 凭什么就这么失望我呀 挺自然啊 主机拐 你怎么办啊 正缺还是装缺啊 没见过你这么灵活的缺点 这还能装啊 同在 我看啊 不如让你付钱 直接转到我们医院了 毕竟我们医院啊 医疗条件和设备啊 比那边也要稍微好一点 你要是还愿意让那边那位 主治大夫参与治疗的话 我可以邀请他过来会诊 好啊 这在我们医疗界很普遍 没关系 太好了 爸 您 赶 赶紧给 安排一下那个 检查的时间吧 那没问题 咱们就这么定了 好 这边还要上班 来 你先来 看什么呢 看新闻呢 累了吧 快按啊 辛苦了辛苦了 那个 杨老师咋样 他本来就没什么事啊 他去留院观察几天 后天就出院了 天天送饭 好朋友啊 不是给他送的 是他让我天天给熊蛋送饭 那新闻我看了 送快递的那个 那咋我还有点眼熟呢 先别说他了 你这么着急见我干吗呀 那个 那我不嫌杨老师受伤了吗 他便赶不上咱们舞蹈学校 新纸的剪彩仪式 你的意思是说 黄月峰愿意把舞馆让出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 今儿咋给我打的电话 告诉我 那个赵老板呢 我深思熟虑了一下 那个 那就别租了 给咱们了 真的 你李莫也太管用了吧 谁 我说你也太管用了吧 亲爱的 子彬 道理 宝宝 我觉得啊 现在应该把所有世界上 最甜美的称呼都用来 赞美你 咋样 哥说话算数吧 刚才那舞馆停 它就必须得停 刚才开学校 那就得开学校 必须到位 棒棒 吃饭 吃饭吃饭 饿了吧 先吃饭 饿了 包饭热 妈 我来医院客师弟呢 上面买两个饭上去 好 你好 孝队 你好 一个叉烧饭 一个青椒肉丝饭 我去 干吗呢 别吃饭 别吃饭 大春 大春 那 我就站 别站起来 别站起来 别 别站起来 别站起来 我 我跟你说呀 那个大春练过武功 你可别招惹他 他笑起人来不眨眼睛呢 不 我不是洗我的命 我关键是怕伤了你啊 不是 我日不如壮日 今天正好我们三个人都在 就应该好好谈谈 我疼他溜我 你先下来吧 我 我跟你说 你先 你先 你先下来 放开 你至于怕成这样吗 你们俩又没结婚 只要你们俩没结婚 我跟他就是公平竞争的关系 又你就着要跟老鼠见到猫似的吧 啥猫子猫的 你先下来 你先下来 你先 宝贝 宝贝 你先下来 下来说 高处不胜寒 几块凉块 我跟你说 我向你发誓 我 我 我很快我把我俩的事解决了 行不行 你看他又知道咱俩的事吧 他那十字经 肯定把咱俩生吞活泼了 说不定那还得奸扎烘烤呢 别生气啊 我解决你们法师宝贝 听话 听话 听话啊 多少钱 谢谢啊 慢走啊 我去 我去 假的 吓死我了 那个 吃个包子啊 师傅 师傅 你来来来 我让孙月送过来鸡汤 熊蛋不喝是吧 没有 他还没有姓文 可怕躺凉凉 师傅 这保温筒不会凉的 这死保温筒 那能够给他 上一口 上一口 没事 您要爱喝就喝了 来 快坐坐坐坐 坐个一点吧 快来快来快来 坐这 一哥 兄弟们俩看你来了 对 一哥 你 一哥没醒 好 爸 这都是我同事 好好好 叔叔 叔叔 您的话很好 师傅 鲍哥让我给你带来这个 帮我吸血 你死定我吧 我拜了熊蛋各位师傅 也应该给您磕个头 磕磕磕磕磕 磕磕磕磕 这个 能不能熊奖 全死博也传点 爸 既然是家户上的朋友 这个 互相协足无疑 也没有不仨刻意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莫咋 莫咋 一给熊蛋 也较了不少吧 一哥 咱们跟 李莫的比赛 取消了 对 比赛都取消了 输赢也都不重要了 对 一切都不重要了 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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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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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阿姨 依依 我前两天来看你 你还没有醒 来 一点心意啊 好 您客气了 熊蛋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你救了我们家依依 真的非常感谢 其次 我为公司由你这样的员工感到无比的骄傲 那么因为这样的意外呢影响了你的比赛成绩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其实是不公平的 所以公司决定取消这次比赛 特种快递就由你和李莫共同来负责 好 怎么样 好 余总 余总说了 你住院期间工资照发 是不是 余总 对 奖金也照发 等你出院以后啊还给你加薪 如果特种部效益好的话 奖金翻倍 怎么样 你呢就踏踏实实地养好身体 一切生活上的问题公司都会帮你解决的 您放心 谢谢 好 公司的心意过你了 但是特种部门和我们没有关系 熊蛋 不比了哪有输赢啊 只有赢的人才有资格说这句话 熊蛋 你用擦司才处理你个人在手啊 是 就是 尼哥 比赛都不比了 您说你这会儿 你跟自己叫什么劲啊 师傅 取消比赛的事情 是我提出来的 在男厕所门口干啥呢 不是 人都给你台阶了 你为什么不下呀 你就这么想走啊 说话呀 你是不是求李莫去了 我就知道 那不叫求 那叫说清楚啊 可只要你去跟他开口 那就算是求 不是过程重要吗 重要的是你不用走了 你知道我们俩还有一份赌约了 知道 我不想你因为我而离开这个城市 是 杨姨 你明明知道 我是为了你才打这个赌 可你现在回过头去找他 那我之前所做的一切 那不都太可笑了吗 你们这么赌本来就很可笑啊 是 我本来就是一挺可笑的人 你跟我什么关系啊 我干嘛为了你去打赌啊 我还记住 你不听啊 又 gossip了 突然遇见 在人海里面 我有些慌张 你想多深 恍惚之间 回到从前 你还没走远 率性自然 像蓝蓝的甜 梦的指尖 回过了时间 你不再念我 不把手而牵 那些拥抱 那些情话 和那些沉冽 滴滴答答 流程里飘散 时光太深 青春太浅 多少人能够 滴得光流连 那时不懂 那时不懂 正在懂得 却是过境远 热烈变无言 时光太深 情声一叹 我们的缘分 只剩下草剑 看你一眼 再看一眼 这人海汹涌 再也看不见 这人海汹涌 再也看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计判 我们下期计判